《余生请多指教》里的唐太田,肖战早已暗戳戳的对林之孝心动了。 由肖战和杨子主演的电视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仅上线38天,就破了40亿的播放量,真是太厉害了。 超喜欢这对余生夫妇,肖战对于男主暗戳戳的心动演绎得非常棒。 什么都不会去说,但他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眼神,都像是在全世界宣告,林之孝我爱上你了。 故事的开始是他们在酒吧的意外相逢,一个大学即将毕业的艺术生林之孝杨子,一个医院消化科的外科大夫顾卫肖战, 本来是八肝子打步着的人,却在不经常出现的场所见面了,随着林之孝父亲生病,主治大夫又是顾卫,他们又以医生和患者家属的身份相识了。 故卫年轻有为,家庭条件也好,可是家里家教很严,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反而更需要安全感,否则他也不会因为医院出的事故而头疼了。 而林之孝的家庭条件虽然一般,可父母却给了他更多的关爱,让他在有爱的家庭里成长,这样的孩子是温暖的。 走到哪里都会给人带来阳光,这也是林之孝最能够吸引到顾卫的地方,舒适的感情才会让自己得到真正的放松。 从一开始故卫就对这个有点叛逆的女孩动了心思,觉得她很有意思,慢慢相处之后也从林之孝身上发现了很多可贵的地方。 因为父亲生病,她不仅要忙前忙后,更要从一个父母手心中的宝贝变成一个有责任感,懂事的大人,这种成长让顾卫也对她刮目相看。 林之孝活泼,开朗,懂事,和顾卫在一起轻松地融化了她的心,顾卫的成熟,稳重也让林之孝感受了责任感和担当,各自的优点互相影响到了对方,也让各自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 偶像剧各式各样的剧情有很多,医患关系变成情侣关系的也有,可于生请多指教,这部剧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医患恋爱,它给大家带来的是成长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种种磨难,我们要把困难跨过去,于生,才能有更好的人相伴。 肖战和杨子饰演的于生夫妇不仅是在谈恋爱,也是在叫观众对待恋人,对待生活,对待家人的一种相处方式,不同的做法,换来的都是不同的结局。于生夫妇不会只是影视剧,珍惜眼前人,你也会有人为你指教。 02.张艺兴组织国际棋舞大赛,裁判阵容豪华,叶音,步步均在其中。M All Stars国际棋舞大赛已经官宣,张艺兴是发起人,同时也是该项赛事的组织者,该项赛事分为青少年组以及成人组,青少年组的选手年龄为6-16周岁,成人组为16岁以上,因为是棋舞赛事,对于参赛人数也有要求,规定人数在9-17人。 街舞文化正在蓬勃发展,越来越多人投入到街舞运动中,张艺兴作为街舞运动推广大使,他希望更多人学习街舞,并且有舞台展示舞蹈,于是组织M All Stars起舞大赛。M All Stars不仅为新生代舞者准备,也为街舞OG们准备,毕竟成人组的参赛年龄在16周岁以上,并没有设置上线,而这就意味着,将有街舞圈的大佬参加比赛, 其中不乏各个领域的翘楚。为了保证比赛的专业度,张艺兴邀请了众多街舞圈的大神担任裁判,其中就有hip-hop领域的大神舞者步步者。 就是街舞首位双冠王叶音,以及核心武器战队的黄霄、乔治、MTPOP、腾子。率先公布的裁判中,黄霄最擅长起舞,他不仅编排了很多起舞作品,而且还是Hello Dance创始人,拿到过Arena舞朝竞技场全球起舞大赛冠军,担任过WOD世界舞蹈大赛裁判,同时也是央视舞蹈综艺 舞出我人生舞蹈编导。叶音、步步、乔治等人更加擅长Battle,个人能力非常强,涉及的领域很广,包含了locking、hip-hop、breaking、popping等多个领域的舞蹈,能够从容应对担任裁判后的挑战。 作为发起人,张艺兴并不是首次举办街舞比赛,之间他就举办过MALL STARS街舞挑战赛,邀请众多舞者参赛,阿牙、黄景行、步步、杨凯、黄霄等人组成裁判阵容。 MALL STARS街舞挑战赛,舞者们带来精彩的表演,张艺兴作为发起人,还跟步步进行了友谊Battle,比赛结果非常具有戏剧性,两人表演结束,阿牙闭着眼睛选择张艺兴, 当他睁眼开结果时,却发现只有自己投票,也正是阿牙这一票,让张艺兴赢下比赛。张艺兴首次举办MALL STARS,这是他作为街舞运动推广大使劲的一份责任。 张艺兴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,促进舞者之间的学习和交流,希望在舞台上看到最强者挑战最强者,并且希望在以后的比赛中,看到越来越多的舞者加盟, 于是他又组织了MALL STARS国际起舞大赛。张艺兴作为起舞大赛发起人,赢得网友夸赞,有网友表示, 比赛公平公正,裁判阵容豪华,奖金还非常丰厚,希望舞蹈爱好者踊跃报名, 同时也有网友说张艺兴的执行力和决策能力很强,不愧是街舞运动推广大使, 这也是他对街舞的一份热爱。